主啊,我们此刻聚集在祢的面前 我们要祝我们敬爱 以赐予我们的生命 跟创造的万物 这一切都归于我们的影响 求主赦免我们的过半 让我们有能力 过着分别为生的生活 也求主圣灵的来怜悯我们 缺乏我们的能力 因为当中心里面受伤的 创的,身体有受伤的 都来灵敏我们 因为祢必带领我们走过死因幽谷 领我们到青草地上 主啊,我们将接下来的话语 交给陈牧师 请交托在祢的手中 我们陈牧师的交托的手中 请祢亲自来把话语 透过陈牧师来传扬给我们 让祢的话语自己 从祢的考证讲出来 以上的告示封主耶稣灵敏 祢能量 读经 我们今天要共读经文在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 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 我们请弟兄一起来共读单数节 姐妹来共读双数节 来,约翰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提示灰福的时候到了 祂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吃晚饭的时候 吃晚饭的时候 我们会以为他们的习惯自己 放在西门的儿子家略人 有大心理 耶稣知道父女即将万人 要穿看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遇到神那里去 祖父亲战前来 彼此的领域 麻药要从祈祢出药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救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手术的手筋擦干 开到西门里的 祂的对他说 祖父亲戚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 你不尽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祂的说 你有可可洗我的脚 也许说 我用自己 你就救救我 西门里的说 主啊 不但我脚 连手但头也要洗 耶稣说 干脆或脚的人 只要把脚洗 人生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当然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远知道 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 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就坐下 对他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父子 称呼我主 你们所的不做 我本来是 我实施你们的主 你们的父子 尚且吸你们的教 你们也当地 此事相调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向你们所做的去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福人不能大于主人 财人也不能大于财他的人 你们既然要照着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正道 今天正道的主题为 为门徒洗脚 为门徒洗脚 同请 主任学的教育 我们请称呼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在这边讲道 会有点紧张 因为刚刚礼拜开始的时候 看到那个 国充认的故事 来到我们当中 为什么会紧张 因为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他是我们的孤导老师 所以我们要 在毕业前都要有那个毕业讲道 那虽然在中会当中 目前职份上我们是互为同工 但是在过去的日子 在学习的当中 包含我自己出生在屏东 那时候中会是在明和教会 也都很多的指导 也很多的学习 所以今天牧师如果有 比较紧张一点 请见面 那我们今天按着我们的进度 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记载着耶稣为门徒洗脚 之前在第十二章 我有讲过在上个礼拜 约翰福音的记载从这里开始 他不再公开的 向这些的百姓来传讲 一些他上帝国的这些的事情 这时候他珍惜最后的时间 来跟这些门徒一起 所以在前言我第一个问大家的是 洗脚耶稣跟谁 门徒 好门徒 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动作 那生活当中跟我们最亲密的是谁 如果耶稣跟门徒这样的关系 那是一个很亲密 那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 其实最亲密的你认为是谁 回答同事的 那你是一个工作狂 家人 是的感谢主 透过他的创造 男生女生离开父母 成为一体 两人组成一个家庭 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来看看 在生活当中 我们跟彼此亲密的人 我们容不容易彼此洗脚 我们很容易去为人家洗脚 可是彼此当中 要你去洗脚的时候 你愿意这样做吗 还是我宁可服侍其他的人 但是我非常不愿意服侍家里面 这些人 我们看到门徒当中有一个人 犹大 在这个当中 耶稣 耶稣 他知道 他有 克星满于人的祷告 他有非常苦的时候说 若可以把这杯拿去 但是耶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还是来洗脚 洗脚就是一种服侍 所以我们今天从 这边我们通常隐身的 是我们如何去传福音 像一个仆人的样式 像耶稣所做的一样 我们去跟着传福音的时候 透过这样 可以让人看到 我们有耶稣的样式 透过服侍来 别人 让他们来感受神的爱 但是今天 我把这个放在第二步 今天要挑战大家的 就是在自己的家庭里面 愿不愿意彼此戏教 我们常常说一个比喻 灯塔 请问灯塔哪里照顾到? 自己下面自己做照 所以呢 圣经记载 能够成为教会指示长老的 有好名声 圣灵充满 等等 但是呢 往往最怕的是 家里的人跳起来 说你在耶稣里不是这样 你在家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透过彼此洗脚 我们既然要走出去 先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是否可以彼此来服侍 好我们来看下一章 在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了 第一个耶稣 他是谦卑的服侍 我们在家里 我们可不可以 谦卑来服侍 在今天十三章 的 约翰福音十三章 第十四节 耶稣讲了什么话 他说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 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所做的去做 那我们来看上面 黑色的字写 洗脚 在犹太人的习俗 是徒人的工作 而手筋束腰 是奴仆的记号 因为他随时要服侍人 所以主耶稣是门徒的老师 这时候他系着手筋 以奴仆的身份 跪着替门徒洗脚服侍学生 这个在一个非常重视 他们那时候非常重视 阶级 还是这些礼教的文化的里面 有为常理 令门徒惊讶 所以彼得说什么 你绝不可以洗我的脚 永远不可以 永远不可以 那相同的 这个记载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记载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节 那时候如果我们 看耶稣做这个动作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所以有时候我们 福音书就是 有共一起看 所谓的共关福音就是 马太马可路加一起看 一起看 那约翰呢 他比较多用耶稣为主轴 再说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把福音书一起看 如果你看到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 你就知道 原来那天吃晚饭的时候 门徒做什么 他为了谁低位高 谁低位低 起了激烈的争论 耶稣就要被捕了 耶稣预言自己 就要受难了 他们还关心熟事的 这些事情 那耶稣看在眼里 心里担忧 告诉他们 所以像洗澡这件事 如果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六节 说你们中间最大的 应当像最小的 做首领的 应当像服侍人的 所以他用具体的行动 告诉他们 要如何来兼卑服侍 我们来看红色的字 我们的本性包含牧师 我们都喜欢被人服侍 而且不太喜欢去服侍人 服侍人常常是低人一等 是仆人的工作 身份地位低的人 才会去服侍人 除非你有特别的动机 我们有句话讲得很好 先生对太太或太太对先生 做一件事 叫做 那句话讲得很好 无事献殷勤怎么样 非奸极诈 有待有目的 我们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就是平常你不是这个样子啊 你怎么突然间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件事 服侍的本身 就是违反人性 那什么是人性 就是我们软弱的地方 耶稣基督就是要帮助我们 从我们的 从我们的老我 就是我们的人性的当中去胜过 所以 在家庭的生活当中 如果夫妻吵架 如果是基督徒的时候 第一件事 把教会牧师送的基督是我家之主 搬过去 在客厅那一刻 牌匾搬过去或拿下来 第一件事 那第二个呢 先生开始说 根据圣经 我是头 你要顺服我 那妻子说什么 根据圣经 丈夫要为妻子舍己 你要体贴我 爱我 尊重我 谁怕谁 对不对 这是在彼此没有一个天卑 愿意互相洗脚的当中的时候 没有这个信仰这段落实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输赢 真的是理由 但是我们真的是面子 真的是我们希望人 能够满足我们心里的需求 我们希望别人更多的服侍我 但我们失去的 却是彼此相爱的一颗心 所以 我们常常说 牙齿跟舌头有时候都会打架 那我们尽量要做到牙齿舌头 不要让他打架 好我们看下一章 所以我们要知道 夫妻我们是一统 圣经创世纪说的是 两人成为一体 不是吵架的时候 那个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都是你们 都是你们 你们是一起承受生命之恩 建立家庭 这是神所托付的 没有尊卑的问题 而且需要彼此服侍 那我很认 我有认识一对夫妇 牧者夫妇 不是在座的罗牧师他们夫妇 他们就很有智慧 在外面 牧师娘都把面子做给先生 那我们私下在聚会的时候 他就说 我先生是头 他在外面怎么做 我都听他了 但是他不要忘记 我是脖子 脖子扭到 他们很难过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分享 他讲的不是说他真的要控制 他讲的是说彼此之间 这个关系是非常紧密 是非常紧密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在神的家里面 在教会的里面 在我们的家庭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都是服侍神而存在的 所以不是服侍家庭外面的人 叫服侍神 服侍你的太太 服侍你的先生 服侍你的孩子 都是服侍神 主耶稣并没有说 你们是我的门徒 我在外面高高在上 什么我来服侍你们 没有 我去外面服侍别人 是我要做给人家看 是这样吗 主耶稣不是这样 如果真的 主耶稣不服侍他的门徒 去外面 他对这些人跑 但是在家里不服侍他的门徒 他才是真正的表里不一 他是不是 主耶稣为门徒习教所建立的 就是一个谦卑的服侍 是一个仆人的服侍 为我们立下了服侍的一个榜样 好 所以第一个 服侍的态度 要谦卑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 话语的服侍 在家里面 话语的服侍 这个特别提出来一个很重要 为什么要说话里的服侍 十篇一百一十九篇 第九节说 少年人用什么捷径他的行为 是遵行你的话 十篇一百一十九 第一百三十三节 在这里 那个 跟弟兄姐妹讲 十篇里面 最长的一篇就是一一九篇 一一九篇 一一九篇 你看到一百三十三节 后面才有 所以那个 这个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如果有一篇 牧师说 把你抄写 那个诗篇一一九篇 那表示是很大很大的一个 就是要你反省的事 所以一一九我们把它记着 是最长的一篇 好 我们看 诗篇一一九说 你用什么 你的话使我的脚不稳当 不许什么 罪灭挟制我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 话语的服事 不单单是我们讲出来的话 是说 从我们讲出来的话 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神话语的同在 因为如果你接近神 亲近神 接近神 你就知道神的话语 洁净了我们的心思意念 使我们走入文件 无知觉到 也使我们说出祝福的话 而非咒诅的话 雅客书说得很清楚 人的口怎么可以说出祝福 用一方面说出咒语的话呢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好下一章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 其实我们基督徒 在这个充满这个世界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的话语 我们的心思意念 会沾满无会 使我们被尘土来污蔑 而心里变得暗淡 这时候如果我们亲近神 我们一定会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慢慢我们的心情开了 有了亮光 那让你暗淡蒙成的心灵 被神的话洗尽光照以后 我们就能够享受 主恩同在的这个滋味 主恩同在的这个滋味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要来注意 为什么这个话语那么重要 好我们来看下一章 好下一章 在看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就是要讲的是说 因为话语是带有力量 从圣经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 他说有就有用 话语是有力量的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这一次我们在八月底 八月二十五到二十八号 有参加那个4C 就跟永光教会 淡水教会 摩恩教会 音歌教会 还有疾风教会 合办的这个营会 你的小朋友有去参加了 有没有 好请问其中有一天 有没有你的孩子 有传简讯给你 写什么 可以分享吗 大概 写了什么 还是问妈妈 爸爸妈妈知道 现在回想一下写了什么 那立青还记不记得 自己传了什么 他在找不好意思讲 是不是 好,立秋姐有收到吗 没有 没有特别去注意 因为我们那个 在第三次 所以有的简讯 还有有的小朋友 他那时候不一定有手机 所以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 好 但是 那个瑞芬有找到了吗 好,他写什么 他要问李妻子 好,可以啦 他可以啦 好,你念好了 请李老师来念 说李老师 妈妈阿婆常常说话态度不好 让你难过对不起 我以后会乖乖 让你谈话 感情 谈你了 好,OK 哇 听到这个话 瑞芬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 有点惊讶 有点惊讶 然后呢 很高兴 好,我们谢谢瑞芬 请坐到后面 给那个立青 鼓励一下 好,他也会让他们这时候念出来 他们的见证 因为在我们4C 这四个C 就是勇气 是第一天晚上 第二个晚上就是care 就是关怀 第三个是尾声 第四个是基督 在这里面第二天晚上 我们就要求 这些孩子 你要有行动 我们的信仰不是没有行动 一定要有行动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他们 他们从自己的家里开始 所以在这个民婚的当中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 来跟那个爸爸妈妈 讲一些话 那今年的那个建民 我相信那个亚胥OK 他的内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OK 好,我们相信在这个当中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 这些话也是有力量的 我相信孩子在他的过错 但是透过他们愿意降出来 其实表示他们的心 已经向着这个方向了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想在这里面 这个是一个 我们为什么在今天的服事的当中 耶稣 他也不是只有这样做 我们看到里面 他也明明白白的告诉这些 门徒 你们是我所爱 就说在这个里面 他做这件事 耶稣不是心不甘情不愿 他说我是你们的主 我洗了你们的脚 你们要彼此洗脚 你们要彼此相爱 耶稣用这样的话语 来劝勉他们 好,所以以福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说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这个道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洁进我们的心灵 生活中我们因为管教孩子 或者经济压力 或者在家里的管教 以及各种强法不同 彼此之间情绪受到影响 好,那可能没有严重到 罪 可是台语有句话说什么 小妹 不合胃 但是这个话出来 一定是很负面的 一定是带来伤害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 牧师也有讲过 有一个教练 他是一个烧帮的教练 就是他经过水果台的时候 一经过就拿一个苹果 就咬 老板不在 他怎么这样 被小朋友看到了 小朋友就耳喘 那个江练 经过水果台都没有拿那个苹果 拿苹果都没有给钱 后来透过一阵子 教练发现 大家看他的眼神不一样 去看 去 然后原来是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请这个小朋友 带了一个绒毛的枕头 跟他到山丘 然后他跟这个小朋友 要干嘛 要把枕头放在他前面 这样打 摇不胸 是不是这样 不是喔 那个是以前的特务才会这样做 他告诉这个孩子 其实呢 他早就已经把钱给老板了 所以每天他经过的时候 他可以拿一个苹果吃 哇 对于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去讲 讲了以后 造成的后果是这样 他就很懊恼 他说教练 你要怎么样可以原谅我 教练说 来 那个 把这个枕头撕开 这些的 额毛 柔毛 然后飞出去 小孩子很甜的 喔 飞出去就是我讲过的 这些都不算了 他说不是 飞出去你把它全部 一根一根捡回来 不要 绕高 不要漏视一根 那我就原谅你 那小孩子说 怎么可能 教练跟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话语带有力量 如果负面 带有很大的伤害 一旦出去 你要追回来 这个是 根本是不可能 只有 透过神的爱的医治才可以 所以 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要知道说 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有话语的服事 在家里彼此服事的时候 尽量不要讲出福利 就算很生气 我跟师母有吵架 吵架到 以前有吵架 我上次有讲过 洪玉在这边 在2012年的暑假 我们去月梅玩 完了 我跟师母那天吵架到 师母说 我们离婚 好 感谢主 我从来跟他吵架 不管我对 或我不对 比较多 但是我都不会说我们离婚 但是那天死母很生气 好 那我举这个例子是 感谢神 祂的恩典 给我们用 所以 虽然讲 虽然我们冷静下来 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没有这样做 但我要讲的是 这个话 这个话 是非常的带有杀伤力 那相对的 既然话是有能力的 我们是不是赞美的时候 也可以给人很多很多的鼓励 像现在我只要你想一下 在你过去 你的抽屉 或者你的脑海 有没有哪一句话 有没有哪一张纸 是人家曾经给你的鼓励 而且陪伴你走过很多的姿势 一定有 一定有 有的人把他当作作用名 有的人 当作一辈子朋友 对你最好的鼓励 这就是话语的力量 所以要用话语来做 所有正面的服饰 好 第三个 我们来看 好 话语 刚刚第一个态度谦卑 好 那第二个就是 话语是最实际 我们要做出来 那温柔的服饰 这个也是要学的 好 就像我们今天在奇英文里面 所用的 哥林多前书 第十十三章 里面 爱的真言这一篇 那温柔的服饰 我们要知道 从今天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耶稣服饰的地方是什么 是脚 脚行走在地上容易受伤 为了保护双脚 我们穿着袜子 今天抱住 阿姨 那个一回去有没有 如果我一整天 妈妈妈妈妈妈 回去我第一件事情 鞋子脱掉 我一定先去浴室 把袜子脱下来 他脚先细细 不然你这样脚穿下去 每一天 你的脚 就是说 像牧师现在脚 那个鞋子脱下来后 大概不会有什么味道 但是你一整天下来 你多爱干净的人 脚被包一整天 你脱掉试试看 一定那个味道也是会让你非常的难忘 所以呢 其实这个脚是臭气熏天令人作合 所以我们常说臭脚鸭 臭脚鸭 好 在这个当中 我们用这个来想一下 那这双脚 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但是他也很容易 常污纳垢 就像刚刚我们讲的 就说一天下来 可能有很多的细菌滋生了 那这样长期下来 可能有肌腱发炎 所以我们来看一件事 下一张 脚可以来代替 代表我们看到一个道理 就是说 这可能就是我们生命当中 软弱 肮脏 容易受伤的地方 如果以耶稣对门徒来讲 门徒全身包紧紧 这个脚是常常都在外面的 而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 有时候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服侍的 可能就是他最脆弱的地方 而最肮脏的地方 他自己最软弱的地方 容易受伤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 是要被温柔对待 想一想 如果耶稣为门徒洗澡的时候 哇 那个温度刚刚好 45度 46度 那什么温度? 泡温泉的温度 那下去 好舒服 一天的那个 奶疲劳都消除了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要服侍别人 一定是从别人的角度 来出发 不是我要给你什么 如果我们服侍别人 带着我要给你什么 这种方式 你的服侍不单单 没有办法达到效果 同理 更容易让人家觉得受伤 所以温柔代表着 体谅和尊重 就是用同理心 进入他的里面 站在他的角度 看他的处境 所以不是服侍别人的时候 常常用圣经的高论 侃侃而谈 有时候你这样 会让他对你更保持距离 甚至于二次的伤害 好 最后我们来看结论 等一下 好 OK 我们看下一章 我们看下一章 再下一章 好 结论的部分 家 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一个 最安全的地方 透过今天我们所多说的主题 彼此习讲 在谦卑服侍 话语服侍 和温柔服侍的当中 我们一家人 可以彼此认罪 我常常说 门关起来 真的 没有什么不得原谅的 好 就算你要跪下来 请求原谅 也请你跪下来 好 也请你跪下来 耶稣跪着 来服侍他的门徒 家人可以彼此的认罪 互相的代求 心灵能够得饶 医治和释放 能够同于圣灵 有份于基督 不是分 有份 就是在基督里面 跟他连结 而更深的来经历 圣灵里面 灵里面的交通的甜美 那我想这个是 今天透过彼此洗脚 要跟大家所讲的 好 最后一个节目 我邀请大家来 命 就是今天经文里面 的最后一节 主耶稣说 来 主耶稣说 你们既知道这是 当我们的父神上帝 谢谢你亲自做了榜样 当我们还不懂爱的时候 你已经爱了我们 当我们不知道 要如何彼此相爱 你也做了榜样 当我们不知道 要如何牺牲 体贴别人的时候 您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 使我们每一次仰望的时候 都能够 因着这样充满感谢 而且让我们 软弱的生命得到支持 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要为你走出去的时候 现在我们的家里面彼此洗脚 彼此服侍 让我们出去的时候 不是像有人说 在教会里面 小主万税 家庭扑税 也不是在社区里面 我们有好名声 但是我们在家里面的生活 却是一无是处 主 让我们能够 从生活当中的见证 来见证你恩典的同在 软弱的你扶持 欠缺的你补足 不足 愿你的爱 在每一个人身上 家庭 与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能够散发出去 在我们说出的这个社区 这个合唱 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这时候我们来 用这个圣诗来呼应神的爱 圣诗第四百一神二手 我爱和诸位宽鞋 我们起立 来唱全首 大余 尝语 慰j 绍 为 你 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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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人 尝语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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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